每當假日 雞雞火車站前 總有一群人 風塵瀑布地趕到這 咔嚓一聲 到此一遊 位於台灣的鎮中央 日治時期已貨運集散地崛起 迎避處偏鄉 在這我們可以看到 許多幽靜的景點與古蹟 難怪是台灣著名的文化觀光小鎮 更是不可能的 來台筆游的景點之一 大家中間鼓勵一下 陸客自由行帶動班手裡的商機 尤其是鳳梨酥市場 這塊小金針 連我們都無法抗拒它的誘惑 那你聽過鳳交酥嗎 現在鳳交酥經過創意巧思 已有千變萬化的口味 今天跟著節目的腳步 讓我們威威道來 就是因為自銷 或原諒太多 剛開始我們是只有烘培 就是做那個橡膠乾的檢測 我一直覺得 我有跟理事主席 還有我們社員在討論這五年 我們說我們改其實一般米香 它沒有特色性 我們是不是要把我們本土的東西 我說鳳梨有它是水果王 其實更紅的水果王是香蕉 當太太提出要將本地神交 與當前炙手可熱的鳳梨酥相結合時 身為蘇果運銷合作社 理事主席的黃榮炫 因為聽不懂大富貴 所以選擇給予一切支持 因為土鳳梨和香蕉 都是風味獨特的水果 如何不顧此施筆取得平衡 在這研發的過程 餡料可是一桶一桶的倒掉 又有找糕點師傅過來 但是我要的東西 他一直沒辦法給我 就在那邊撞牆撞很久 後面也曾經歸外 就這樣打麵團揉麵團 每天這樣的動作 不斷在工廠上演 林欣宜與幾位姐妹桃結伴 大家用雙手包出對烘焙的熱愛 與對山蕉的支持 一盤一盤的送進烤箱 終於最完美的一刻誕生了 因為我對香蕉其實是蠻有感情的 所以當我吃下第一口的時候 我有很多的感觸跟感動 看著黃榮炫熟練的砍下山蕉 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其實黃蕉世代投入山蕉產業 是積極當地的大戶 早在日治時代 台灣有大量的山蕉出口到日本 也為我們贏得香蕉王國的美誉 而為了紀念過去那段山蕉輝煌室 黃榮炫成立了積極山蕉 歷史文化館 裡頭成列許多當年的 正值工具與生活用品 讓年輕人都能記住山蕉的歷史 農民所穿的一個漢山 你不要看像這個金蕉人脈這樣 這如果在那六十年代 六十幾年 積極山蕉栽種山區 氣候宜人 排水良好 日夜溫差大 因此所栽種出來的山蕉 有別於平地香蕉 具有獨特Q度口感 香氣甜味最高 香蕉如果種下去 到收購 能夠長出這種水 到收購成熟 大概都要經過一年三個月 鳳梨酥已成為台灣文化的一部分 透過將在地水果 發揮創意巧思 賦予新生命 鳳梨與香蕉 不管誰是主誰是父 兩者兼容必需 再創台灣伴手禮的神話 做一樣的成品出來 然後 莫莫人你來吃飯看 我就跟她說很好 然後有一次說 屁啦 我做了你什麼都說好 對 就是這樣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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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